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年又过完了 又到了圣诞新年了 那么在这个温馨感恩的时节呢 相信观众朋友都有自己的过节计划 而我们社区里面呢 也有一些朋友在自己过节的同时呢 也不忘记要回馈社会 将温暖散布给更多的人 那么这个周末 一个叫做圣诞天使音乐会的活动即将举行了 希望帮助弱势的小朋友 也能够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那么这个圣诞天使音乐会到底有什么特色 具体怎么进行 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主办单位的Elsa 还有Michael为大家做个介绍 Elsa你好Michael欢迎你们 你好大家好李温你好 这个这个节日到了 就想什么样的音乐祭会 会让你们想要举办一个这个圣诞天使音乐会 其实这是我们第四年 第四年 第四年每年我们都做一些公寓的东西 今年是第一年跟世界就是军一起的 Salvation Army Salvation Army 他们就给小孩子捐那些礼物 想到一些小孩子圣诞节没有礼物 有点心里不忍 所以我非常愿意用这个音乐的方式 还有艺术的方式来表现来支持他们 然后让大家能够募捐一些礼物 给就是军的小孩 对那么我看到了这个就是说你们这个主办机构 还有协办机构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我们都华人的机构 对那么跟这个主流的比如说Salvation Army 这些合作好像我比较少报道过 因为通常都是我们自己华人社区里面在做 对有哪一些特别的机构 你可以介绍一下Michael 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讲啊 我们有不同的与教育相关的音乐学校啊 在Mistaga Oakville啊 都是为了孩子嘛 孩子也给他们表演的机会 也有成人有孩子乐队 同时呢像我个人也是 我们都在做一些教育相关的服务啊 然后我本身只是两个孩子爸爸 Alsa also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哇这个本来我的 我们的business啊 我们针对的也是帮助家长孩子们 所以我想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圣诞节都是像我两个孩子 一个11岁9岁都需要礼物 我们还有一些多余的礼物 如果家人孩子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Selfish Army本来就是很难得这个charity机构 Alsa是这么有心 我也我也觉得啊 我要帮助他一下 来把这个活动做得更好一些 好那你们这个活动具体到底怎么进行 这活动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鼓励大家那个买一个新的礼物 是没有拆封的礼物 但是不要包装啊 不要包装 因为包装他们要更多的工作 去把它拆开来 因为他们要分类嘛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带这个礼物 来到我们的音乐会 带着礼物去音乐会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当场就会捐给我们的 这个Selfish Army的少校 还有他们的管乐都会过来 OK 当然没有礼物 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支持这样的活动 实际上我们目前已经收到了非常多的礼物 你鼓励大家就是当天去看音乐会的时候 就带着这个礼物一起去 都可以 但现在基本上已经在收集了 对对不对 那你们的音乐会具体怎么进行 是谁来表演 音乐会呢 我们都是很多的专业音乐家 有中国人的 有外国人的 有dancers 有这个跳舞的 还有我们有这个朗诵的 对 还有墨具的 就是画具的这些的 所以是相当精彩 还有孩子们的这个时装表演 时装表演 还有时装表演 四岁开始 OK 然后把我的员工我都逗内的出来 我们有长笛啊 乐队 奥少知道 非常棒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教育的资源 来帮助给大家 大家更好的节目 OK 那么也就是说这些节目 不是说是只有孩子的 还有都是一些专业的 专业的 专业的 对 所以我们是各个种族 各个年纪的人 都有 对 也就是说 小朋友也有表演 对 专业的也有表演 不管是业余专业 都有 还有小朋友的主持人呢 还有小朋友的主持人 对啊 OK 那就是 Multiculture Multiculture 在Oakville里面 也就是 对 我们还没有说到 这个举办的 这个时间 时间是这个周六 这个周六 十二月七号 晚上七点钟 在Oakville 那个最美的私校 Appleby College 的Chapel OK 非常漂亮 几点钟 七点钟 晚上七点钟 在Oakville 对 太好了 你们这个 就说是要 筹玩具 对 那么捐款呢 如果捐款 捐款我们这一次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 cover我们的一些 expenses 我们有灯光啊 音响啊 这样子 对 所以今年我们第一年 所以我们主要是 以这个玩具为主 OK 然后我们会在 12月11号 我们会带到 那个CTV那边 给他们展现一下 带到CTV 对 OK 那么你们就说 这一次是你们的 第一次办 跟Selvation Army 你们跟Selvation Army 合作的这个经验到目前 因为马上演出了吧 是 跟他们合作的经验怎么样 非常棒 非常好 非常棒 对 我们电台啊 说他们的少校就是 Major Rob Kerr 很可惜他不会讲中文 OK 对 然后 他很想来的 很想 高大帅气 穿着制服 他们的管乐 全部都出动了 对 Selvation Army 就是救世军的管乐 救世军的管乐 非常有名的 OK 他们音乐非常有名 还有警察的 还有警察的 警察的 警察合唱团 所以我邀请你 李维尼要过来 很精彩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观念很明明 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对社区 对孩子们 很好的活动 OK 那么社区 你们也得到了 这个社区 大力的支持了 大力的支持 是Oakville 是Missaga Oakville 我们的这个 Missaga Arts Council 他们都会 都已经在大力的宣传 然后也会参与我们的节目 OK 对 那么你说 你们会在 月中 把这个玩具 拿给 救世军 对 OK 那救世军 他们会 把这个玩具 怎么样发放 他们是用 他们的这个义工 然后就把这个玩具 分类 比如说有 通常玩具是 零岁到17岁 OK 那么零岁到两岁的玩具 是最缺乏了 不知道为啥 是这样子 对 零岁到两岁 最特别缺乏 所以我们这次 特别鼓吹 很多人带一些 零岁到两岁的玩具 然后他们就会分类 有女孩子 有男孩子的 这样子去发放 给他们 所以是蛮巨大的工作 OK OK 那Michael 你这个平常 从商 做也那么忙 那么这次做这个 也是第一次做 第一次 你的感觉如何 我很感谢 Elsas把我们带进来做 然后不管从 在从商 你说这块 来sponsor这个活动也好 还是我们公司 其实我的员工 我们做教育平台 也有很多员工 捐了很多玩具 包括我们公司 今天来得太急 跑当趟 那个没有带 我们公司 小logo 是小海豚 Elsas知道 家长还都很喜欢 我们会捐很多海豚过去 毛肉玩具 像我这样的公司也好 Non-profit集团 Organization也好 很多是来 帮助这个活动 给孩子 还在买玩具 最后老师 您再说一下 这个举办的时间 还有地点 还有欢迎大家 带什么样的玩具 我们的时间 是在这个周六 12月7号 Saturday 在这个 Oakfield Apple Beach College 的Chapel里面 然后呢 我们鼓励大家带一些 就是0岁到17岁的玩具 是没有开封的 是全新的 能够带到这个会场来 那么如果大家需要买票 可以在会场 也可以临时买 但现在我们的观众已经蛮多了 OK 对 还有票吗 还有票 如果大家想要联系 怎么跟你们联系 你们有电话 联系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的电话是 647 708 3575 我再重复 647 708 3575 而且我们还有这次免费的 给小孩子跟Santa拍照 太棒了 对 两个Santa OK 两个哦 又多了一个Santa OK 太好了 谢谢你们为这个社区 做的这些事情 非常有意义 非常好 谢谢你们 祝你们活动成功 谢谢 很感谢 感谢你们 谢谢 OK 谢谢大家 谢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这个周六的 圣诞天使音乐会 帮助更多弱势的小朋友 过一个温暖的节日